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個月初 捷克的第二把交椅 參議院議長維特齊 就率領了包含政治界、商業界 和學術界在內的一行89人 前往台灣進行訪問 激到大陸方面生虧跳 原來這件事至今還是如波未了 在昨天英文版的《中國日報》引述消息人士所說 曾經隨團訪問台灣的捷克企業 將會被禁止進入中國市場 而代表團的所有人也會被禁止入境中國 到底捷克商界方面反應如何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捷克媒體的報導所說 隨團訪問台灣的36家捷克企業 主要是高科技領域的中小企業 他們在出發之前 早已預計到 中國可能會對他們採取報復行動 其中一家生物技術公司的董事長 告訴捷辛社 他那家公司根本無意打入中國市場 他本來預計到會遭受來自中國方面的懲罰 不過他補充 歐洲和中國的想法差距這麼大 仍然令他感到相當遺憾 另一位是捷克的台灣商會會長 他就說中國採取報復措施完全在他的預料之中 但是中國這麼幼稚和規定寫得這麼清楚 仍然令他感到相當驚訝 哇 這位商會會長果然不客氣 用一種嘲諷的態度 來回應大陸的所謂反制措施 說他們幼稚 這群捷克企業家的反應 其實就正好反應得出 根本上大陸方面就是無計可施 那些所謂的反制措施已經是無效化了 根本上就是虛招來的 拋浪頭而已 這些捷克企業 你說不讓他打入中國市場 你說不讓這些捷克企業家入境 那又如何呢 如果他有小小的念頭曾經動過 是要打入中國市場的話 他就不會愚蠢到隨團去訪問台灣 他們走得去台灣訪問 正正就是要在台灣尋找商機 所以大陸的所謂反制措施 對於捷克企業來說 完全是無作用的 純粹是擺下姿態做樣子 而捷克企業也向全世界做了一個示範 就是說他們完全依靠和大陸做生意做貿易 仍然是可以生存得到的 仍然是有盈利空間的 仍然是有競爭能力的 這件事就難能可貴了嘛 就不像德國那樣總理默克爾 為了保住德國的汽車工業 各樣的製造業 搞到說句話都好像毋莫如心 投鼠忌器 荒死得罪大陸這樣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 德國政界開始逐漸強硬起來 當然 因為這個默克爾 做了明年的年終要下台 他都逐漸變成一隻閉腳鴨 而德國政界其他人 就不會因為默克爾下台 而他們都要隨著退休 他們還要繼續做下去 所以他們現在所說的說話 一定是要回應德國的民意才行 故此德國政界的對華態度 就逐漸強硬起來 好了 又說回捷克 較早前 有一家捷克的鋼琴製造商 就被大陸方面的客戶退訂 退訂是損失多少錢呢 約是185萬港幣的訂單 其實對於富豪來說 當然是散指 捷克的富商購馬克 知道這件事以後 馬上自圖腰包 買下這十一部被中國退訂的鋼琴 而且他還決定 將這些鋼琴捐贈給捷克的學校 希望這十一部鋼琴 能夠成為捷克自豪和凝聚力的象徵 這就是愛國的表現 自己拿錢出來買了它 然後捐給學校 所以捷克的人民的愛國 不是純粹只用嘴炮 而是知行合一 這就值得尊敬 人家的愛國是掃諸行動 而不需要掃諸口號和激情 但有些國家的愛國 是非常有趣的 往往要敲鑼打鼓 一時又說罷買什麼貨罷買蜜貨 但全部都是言論的巨人 行動的諸魚 終於沒有一次罷買什麼貨是成功的 反而那些人繼續買就有 所以這群號稱愛國的人 全部只有說話 說了就當做了 接著講講香港的情況 下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昨天接受HK01的專訪 她在談及到中港矛盾的時候 就彷彿好像吃了誠實豆沙包一樣 到底她怎麼說呢 她說近年不少年輕人將怨氣歸咎大陸 認為大陸崛起影響了他們的機遇 令到中央感到非常傷心 最後那個人不用理他 中央傷不傷心 就不是他肚子裡的蟲就不知道 但是 他說很多年輕人認為大陸崛起影響了他們的機遇 首先第一件事 大陸是不是真的崛起了 第二 大陸的所謂崛起 怎樣影響到香港年輕人的機遇 這一句是有問題的 不過不用理他 後面那句才是重點 葉劉就認為 他說當年的特區政府為了挽救經濟 開放過多自由行來香港 還下了日後中港矛盾的禍根 他說當年的政策根本上是出了問題 沙士後的經濟只是靠自由行去挽救 沒有做經濟轉型和科技創新 2012年的一項政策更加離譜 他說有什麼理由自由行 是會開放到 比深圳沒有戶籍的民工來香港 越早就越低檔 這些事情 不知道為什麼葉劉 現在 2020年9月這一刻 他才搬出來說 這些事情 很多市民一早就已經知道 是不是 你現在才說是搏什麼呢 什麼 你現在大次大悟了 現在才說 你遲不遲些 這些事情根本上 你自己一早已經是心知肚明 只不過當時 整班建制派保皇黨死撐 那時候就說沒事 現在又說 這個原來是中港矛盾的禍根 為什麼當時不出聲呢 整班建制派保皇黨 猛的 傻的 完全看不到問題 喂 早幾年 就已經有一班 年輕人 走到上水 或者沙田 這個屯門 去搞那些遊行 抗議自由行旅客來香港 當時這些遊行 就被建制派保皇黨污名化 說他們搞屎棍 搞東西 為什麼現在葉劉 又說這個自由行是禍根 中港矛盾的禍根 就是說當時這些人有沒有做錯 請問是 人家去抗議你 現在你自己說中港矛盾的禍根就行 這些完全是雙重標準到無譜 就算你現在所說的是真實 也好 是正確無誤也好 沒有人會信服你的 為什麼你當時不說呢 尤其是你說到自由行的規模 不斷擴大的時候 為什麼你當時沒有人走出來反對呢 是不是 想想也知道你有問題 我告訴大家 日本在2019年 即是去年 全年接待的旅客 3188萬人 去年香港 已經在6月之後發生了這麼多事 其實旅客數字已經跌了接近兩成 但去年仍然有5590萬的旅客 跌了也有5千多萬 即是在18年的時候更多 你一個豆腐園這麼低的城市 就已經是接待5千多萬旅客 人家日本全國都是接待3千多萬 一看就已經知道超負荷了很多年 尤其是很多新界居民 九龍居民 被這些人逼迫 所以你現在才說是多餘的 沒有人會服你的 當時你應該走出來指出問題 而且這個自由行政策 只有少數行業的老闆 能夠分享到經濟成果 似乎說不是 養活了很多從業員 旅遊業 酒店業 或者零售業 飲食業 問題就是那些從業員的待遇 根本上是很刻薄的 是沒有改善到的 過去幾年 那些經濟成果 集中在少數老闆手上 這就是問題 經濟成果就是少數人來分享 基層的員工就是分享不到經濟成果 也不僅是 而是這個自由行政策的成本 就是要全香港市民來分攤 那你說這是公平不公平 所以我在節目也曾經建議過 就是自由行政策一定要檢討 香港的旅遊業一定要面向全世界 要接待多些高端的旅客 高消費的旅客 不是接受低端旅客 去買你日用品 買你必需品的旅客 去買紅仔餅 去買那些什麼金沙 買益力多 那些麻煩叫他們走開 走開 拉斯吉路 買完這些無謂的 你要找那些旅客去買奢侈品 那些大款 你多接待多些也不怕 人少少 花費多多 你就要接待那些人才是 更何況就是 你來到今年2020年的2月 都已經沒有自由行旅客 難道中港問題 中港矛盾就消失了嗎 現在的中港矛盾 自從去年6月的反送中運動開始以後 就已經進入到政治問題 又去了另一個層次 你葉劉現在才走出來說 開放過多自由行旅客來港 就種下了日後中港矛盾的禍根 你不是delay得那麼厲害 是不是 你幹什麼 坐時光機嗎 扮得那麼交關 現在走出來說這些 沒有說你有錯 你說得對 但是為什麼 你遲了8年才說 就是個問題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